出去游玩的时候 找一个合适的外带箱 或者外带包 尤为重要 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它呢 我们要避免一些不透气的外带包 因为现在外面天气非常炎热 如果它是非常密闭的 通气系统做得不好 兔兔会有可能中暑 闷热 在里面非常难受 选择一个有良好通气系统的外带包 确保我们小兔兔在外带包里面 非常的安全 同时很舒适 第二呢 确保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给兔兔 如果非常局促的那种外带包 会使得兔兔在里面就去挤压 然后呢 它会非常的不安 会非常的焦虑 我们要去考虑家里兔兔的一个体型大小 去帮它选择一款合适它的 能够在这个外带包里面舒展开 也可以蹲好 这样的一个外带包 才能让它非常的安心和舒适 考虑到这个外带包的一个安全性 你要选择的是这种外带包的材质 又柔又刚 又不容易让兔兔咬伤自己 也同时不因为把它咬坏而逃脱出去 然后还要记着有些外带包上面是有那种门的 这种门上面带锁扣 兔兔可能把这个锁扣给咬坏了 它可以逃脱出去 那比如说你在外面往地上一放 或往桌上一放 你不注意 它越狱了 就得不偿失 所以这方面都得考虑进去 我们的外带包要非常易于清洁 因为兔兔出去外带的时候 它会在外带包里面尿尿 所以每次我们回到家里之后 给它凝食的时候要方便把底板拆出 然后脚脚落落是可以把它消毒杀菌的 如果说你的外带包很好看 但它口很小 你给它掏进去怎么弄 那就非常麻烦 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 它透气的 散热的 又不宜它逃脱的 同时又好清理的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要选择外带包的时候 要选择一个舒适性 再给它带出去的时候 要拎着或者斜夸着或者背着 如果说你买的这个外带包 它这个袋子很细 那我背得很疼 如果它的那个把手很小 我不好拎很疼 所以一定要考虑到 它在外出的时候 我主人背得很舒适 拎得很舒适很轻松 所以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 你的手的大小兔兔的体重 去选择一款兔兔外带包 而非好看的那些浮夸的不实用的外带包